我切起來就像生氣的人在切菜 沒關係 就順著切 然後我們切菜的話就是要有那個施力點 刀子先抵住砧板 然後就跟那個材質機一樣 你在家也是這樣切菜嗎 鏡頭沒有在拍的時候 是啊 歡迎光臨愛是金球 看我身上我已經就知道 我們今天要來學做菜了 你要看鏡頭啊 你幹嘛低頭啊 我緊張 我還在緊張 好啦 主廚Sam今天就要教我們做的是 牛肝菌菇湯 對 還有西西里鮮蝦麵 西西里鮮蝦 義大利麵對不對 對 都是聽起來非常好吃 相信做起來也會非常的美味 這兩道也是我們在家裡一般的觀眾 是可以照著你這樣學的 對 那我想知道這個泡的這個是什麼 因為我剛剛聞這個味道 它跟一般的香菇味道比較不同 它的味道比較濃郁 對 它是牛肝菇 那它就是已經乾燥 所以它味道會再濃縮一點 高級的味道 對 有這個就加50塊 對 我們就選了四種菇 鮮香菇 然後紅洗菇 紅洗菇 然後白雪菇 香菇不同種類不同做法 然後這個是室內待重 它是有室內配合圖 所以它不用洗 所以我們如果在超市看到這樣子 基本上是不用洗的喔 不用洗不用洗 只要把下面的配合圖切掉就好了 這個不用洗 那我們做西餐的話 因為它的話就是 所有料都備起來 等一下我們就組裝就可以了 OK 對 我們現在就開始備料 我切起來就像生氣的人在切菜 沒關係 就順著切 然後我們切菜的話就是 要有那個施力點 刀子先抵住砧板 然後就跟那個材質機一樣 有沒有 這樣子比較安全 你的聲音越大 比方說你的架空 你的刀子就是可能沒有拿穩 沒有聲音耶 對啊 就是這樣 好帥喔 你在家也是這樣切菜嗎 鏡頭沒有在拍的時候 是啊 真的嗎 對啊 這不是故意摔一波 沒有 那沒有比較帥 經過了我們帶來的七秒鐘 我們終於把菜備完了 我們現在要幹嘛 太浮誇 好啦 我們先做湯 好 我們記得一定要熱鍋再下去喔 因為菇要炒的好吃的話火要夠大 這邊的話我們也可以熱水 等一下要燙麵了 先下一些鹽巴 好 為什麼要下鹽巴是去那麵的腥味 然後我們可以加一點橄欖油 加的話就是比較防止那個麵它會沾黏 黏住 對對對 好那我們就加油 好 蠻好醃對不對 然後我們先把中焦火 然後就下去 下去一定有聲音喔 有聲音表示你的火 夠大 夠大 然後菇它非常的會縮水 你要看到這麼一點點 等一下炒出來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用橡皮刮到 然後讓它表面都吃到 因為我們今天做的分量就是家裡會吃的分量 但是五六個人 可以喝的湯的分量 那這邊的部分的話就是 你要記得你的火要夠大 然後因為菇它吃油吃蠻重 所以到時候也要 一定要有一下油 不然會黏住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這邊的話我喜歡加一些胡椒 胡椒要現磨的會比較香 然後我們剛剛已經是一半滿對不對 現在炒一下剩三分之一了 那等一下會更少 這才要經過火的加熱 它的風味才會好 才會出來 西餐你可以吃得非常健康 只加海鹽黑胡椒 其它只有加香料 不會加醬油 不會加雞粉 不會加味精 那些不會加 那我們可以加一點奶油下去 增加風味 好 那我們第一階段 試吃 好吃耶 就是一定要炒過它的 那個深深的味道才會炒掉 加白酒或者加高湯 把這個洗起來 只要它沒有黑 這些都是精華 這個東西一定要保留住 這就是我們不加那些東西 的原因 風味的來源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酒精揮發掉之後 倒進來 就先備制 我剛剛說不換鍋 一鍋到底 加一點點 然後這邊的話我剛剛有講 鹽巴很重要 這時候就加鹽巴 蔬果味是先加 現在看我們的烘調方式 這個蔬果我要讓它甜分出來 然後我們就讓它炒到軟 然後這時候我們也可以來改變一下戰術 我們就兩個一起做 你剛剛剝的蝦殼 所以我們剛剛的蝦殼是保留下來的 嗯 這等一下只是要讓我們的紅醬 會有這個風味 這個是交給你 交給你保管 等一下炒到金黃色就把它拿起來 就可以去炒那些辛香料了 然後洋蔥顏色 漂亮 它已經麵拌透明了耶 對啊 再來 這應該也差不多了吧 可以可以 這油有保留住嗎 有 要 直接全下來 好 補一些油 然後 來給你一下 這個兩個都可以下 好 要多少 隨意 隨意 不用怕 隨意 洋蔥炒差不多 我們就加一些奶油 這個牛肝菌的水 不要浪費下去 然後這個的話 留一些些起來 然後我們可以做裝飾 剩下的就全下 你現在聞都還有那個辣辣的味道 然後我們到時候就是不要那個辣辣的味道 有一點點小小的焦糖色了吧 再來再來 還要嗎 要 我會焦料嗎 不用怕 番茄配置就是濃縮 那這個罐頭的話 你要記得就是 它一次的話 它的分量很大 我們用不了那麼多 所以我們都會分包 然後放冷凍 這樣就不會浪費了 冷凍可以放很久 繼續炒喔 對 把它炒透 好 我們就直接加一個 它就有水分了 好 我就把它攪一攪 好 剛才配食一定要炒過 不然會怎樣 會太酸 因為它是濃縮番茄 非常的酸 好 來 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如果譬如說 我們今天是比較義式方式的話 就是這樣子就好了 等一下加鮮奶油就好 就是保留它的顆粒感 法式的話 我們就會拿去做 把它打勻 所以我們湯 這邊搞定 其實湯是好了 對 湯其實是好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準備要燙麵 然後現在我們可以準備熱鍋 下油 然後蝦子 那我們就稍微煎個三隻好了 好 我先三隻 不用特別去翻它 它如果表面熟透的話 它是會晃動的 這是對的 沒有顏色 背也不可以開了 嗯 好美喔 然後這時候可以簡單調味 甚至你可以丟一點蒜頭 都可以 你也可以下一點點的白酒 那蝦子很快熟 這時候就可以先拿起來先備制 這時候我們就是準備怎樣 麵下來用同個鍋子加醬下去炒 好 150克好了 那我們就是稍微的畫圈圈 畫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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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先加一點點的高湯 一點點 醬汁咧 就是看你的喜好啦 嗯 直接給它一匙 然後我們這個動作就是要讓麵怎樣 去吸醬汁 吸那個醬汁 對 我剛剛的胡椒味沒有很重 嗯 這時候可以下 沒有收汁喔 好 很快喔 butter 然後小火 然後這邊的話 鮮奶油 一點點 如果你喜歡那個羅勒 或者是九層塔味道 也可以放得到 這時候你可以切碎 然後直接下去 好搞定了 接下來就擺了蝦子好了 那就隨意一點 用你的鮮奶油畫一圈 所以可以這樣 這樣就好了 好強喔 搞定 這就是我們今天做的法式大餐 你喜歡嗎 你會做嗎 如果你會的話 也歡迎大家在家裡頭試著做 並且把你做的料理拍照 然後放在姐的星球 讓大家喜歡囉 拜拜